记得陆逊先生曾经说过,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,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,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。 的确,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,适者生存,如果你连战胜困难的勇气都没有,又怎么会有成功呢? 因此,在一切不幸面前,靠百倍的勇气,逆境可以磨灭人的意志,因此,逆境是强者走向成功的基石,也是弱者走向毁灭的加速剂。 我很欣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名言,似洪水在奔流,不遇着岛屿,岸礁,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,让我们在野境中成长吧。 树鸡的人其实为人是天生有一束细胞的人,而且他们非常富有智慧,所以说树鸡的人是一个很懂得生活的人,他们生活中会把自己往最美好的方向发展。 还有树鸡的人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人,所以生活中,他们总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判断来行事,而且为人善于伪装,善于逆藏,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。 所以说在职业领域方面,对于蜀鸡的人来说,他们从事一些知识性的工作是非常适合的,比如一些政治家,企业家,公关人员,或者是一些理学家都非常适合他们。 这些都是需要非常严谨,而且也需要有智慧,有艺术贡献的工作,非常地是一页树鸡人的品质。 新年生涼,天然生成,带有贵族之气,终身并无什么大难,运势极端旺盛。 7月份后,树鸡人开端行大运,运势会进入红红火火的状况中,大极大力,特别是财运方面是不可挡,即便在不高兴的阅历也会成为脑溪,出路一片荒谅。 树鸡人玩戴头筹,赚得上十万,存得下百万,梦中都常常见财神,老天爷,让他们富,就是不得不富。 树鸡的人其实为人是天生有一束细胞的人,而且他们非常富有智慧。 所以说树鸡的人是一个很懂得生活的人,他们生活中会把自己往最美好的方向发展。 还有树鸡的人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人,所以生活中,他们总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判断来行事。 而且为人善于伪装,善于逆藏,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。 所以说在职业领域方面,对于树鸡的人来说,他们从事一些知识性的工作是非常适合的。 比如一些政治家、企业家、公关人员,或者是心理学家都非常适合他们。 这些都是需要非常严谨,而且也需要有智慧。 有艺术贡献的工作,非常的是一页蜀鸡人的品质。 蜀鸡的人见多识广,具有欲很强,交际心大。 7月中旬,审便关了天摇集星会议。 到时陈运势大爆发,大波桃花临头。 在此好运的影响下,虎口终于等来了亮光。 另一方面蜀鸡的伴侣,往后两个月退职场将会敏捷找到本身的定位。 同时立当注意,要多接触下不合的人群,近身迷目。 信托有智者是进程。 经由不解奋斗,不久的将来虎口最令人爱戴。 生肖属鸡的人,做事精打细算,一生运势良好。 在事业方面,中途有挫折,但懂得储蓄,能安定平稳度终生。 生肖鸡人在过往的两年,实在是让你受创颇大。 运势一路下降,7月中旬起,运势上扬,财运猛增。 不管是事业还是生活,都能够心想事成。 注视大吉,在工作上还能够得到贵人的相助。 从此天高热鸟肥,生前高类,大权在我,人人羡慕,注定采取八方。 大富特负,属鸡的人在未来一个月,事业会更加旺盛,能够有源源不断的业绩。 输入丰厚,并且自己在兴趣之余,取得不错的意外生活。 生肖鸡的朋友,很会抓住一些机会,那本身大年夜大年夜转特转。 最首要的是生肖鸡的同伙份源很好,常常会获得贵人的帮助。 未来一个月,将有一笔躲步之前的财富落出口袋。 于是,也超等得好,未来一个月,才博工的连针吉星的庇佑。 届时财运加深,气势如虹。 只要能正常发挥,定是一生都会荣华富贵,生肖鸡的朋友受此好运的影响。 任何没任何小人都必而远之,不敢靠近。 文心提示,大金鸡哥属婚姻事业才远必非开关狩猎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欢迎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